贫穷老太太一夜暴富,北京除了故宫都被她买下 整栋买楼花1.5亿还嫌太便宜 今天某位给大家讲一部喜剧电影 《私人定制之有钱》 丹姐是一个湖面保洁员 这一天专门帮人实现梦想的私人定制团队找到她 因为丹姐曾经救过私人定制团队的小郑 于是小郑赶在丹姐生日的时候过来 希望能送一份礼物给她来报答救命之恩 丹姐说到她想体验一把有钱人的感觉 于是小郑带着丹姐来到一间别墅 在这里小郑告诉她 私人定制团队将会让她体验到有钱人的一天 说着团队的人就开始给丹姐做起了造型 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的丹姐 看到新的造型都震惊了 转身她问其身边的管家自己到底有多少钱 管家说她目前是千亿的身家 可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的丹姐根本不理解这个概念 于是管家拿出一万块钱给丹姐数 丹姐数了一分钟 那千亿光数钱就要数三年了 这一下子丹姐终于明白了这是什么概念 转眼她带着珍珠项链喷着香水就要出门 这有钱人的感觉真不一样 进进出出都是有人伺候着 画面转到一个寿楼部 过来寿楼小姐就问 是不是房子又不够住了 哪是咱们丹姐回了一句 谁说买房子就一定要住了 也是 故宫九千多间房 皇上也不是都住 进到里面寿楼小姐给她介绍的房子 她都是要整栋的 一个楼要1.5亿 丹姐还嫌太便宜 非要加到2亿才愿意吗 吓得经理都不敢卖给她 搞得最后不欢而散 出了门 实在有钱没地方花的丹姐和管家商量 要不就买街吧 但是管家告诉她 这附近几条街都已经被她买下来了 丹姐不相信 非要管家证明一下 到了晚上 管家打电话说 让属于丹姐的物业通通关灯 站在高山上的丹姐看见 整片整片的地区都关上了灯 最后只有故宫那里 留着一丝寂寞的灯光 这一幕让丹姐不禁感叹 自己真是太有钱了 转眼这有钱人的一天就接近尾声了 在管家的搀扶下 丹姐说道 她知道今天体验的 都是大家为她开心演的 但是在晚上 那区域集体关灯的情况下 她差点真以为自己是有钱人了 其实 很多看上去有钱的人 都是背着一身的债的 他们每天一睁眼 就要还银行上千万的利息 光鲜的外表下 尽是狼狈的面庞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